这个甘草粉蜜汤是比乌梅丸更上一层 在金方里面最强的大虫药就是现在介绍的甘草粉蜜汤 乌梅丸吃下去拍出来就活了 因为那个虫是逃走的嘛 不是死掉抬出来的 是逃走的 乌梅丸又苦又辣 这个味道又新 所以说闻到乌梅丸 根本是举家搬迁的 根本是逃出来的 所以他从来怎么通通带出来 如果雾梅丸没有笑 大家就要讲到甘草粉蜜汤 这个游绝者 其人当吐游 这个是我们前面介绍过 病者进食复凡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进入的时候就是从睡觉吃饱了 那从肚子疼跑出来的时候就会烦了 所以病人情绪在那边动来动去 你就知道那个虫在那边活动 那我们诊断 如果一个病人 他这个哑巴 或者他两手没有手 你那手拿出来他没有手 那你怎么处理他 看他的舌头下方 就是我们那个拉出来 把那个下嘴线拉出来 看牙齿和嘴线交缝的地方 会很多白软 白色的软 还有眼白的里面 会有一些蓝色的点 蓝色的点 这都是代表肚子里面有虫 还有我们的百虫窝 我们的针球里面的百虫窝 都可以协助我们诊断 里面有虫 6 6 7